托希節度 經典玫瑰 舞格版 這次厲害 真的厲害 看一看 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只有花瓣的外圍這裡少了一條摺痕 還有花心的部分有一個改良 令花心的層次更加出 做一個卷卷的時候會更加容易摺 那真的厲害的地方在哪裡呢? 之前攪摺經典玫瑰的時候 一開始開門見山已經說這是地獄級的難度 五顆星星 摺發何其複雜 要的格仔 導向線很多 準成度也很高 先看看片段 就是剛才這堆東西了 很浪費時間 很麻煩 不過現在可以告訴你 全部都不用做 因為有它幫到你 由於之前說過的缺點和困難 全部都解決了 所以它由難度是數五顆星星 擊減到三顆星星 對於新手來說 這款花花再不是永遠都挑戰不到的作品 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畫圖 我搞定了 先講解一些線圖的東西 同樣地有一張紙自己編出來 下面就有連結給你自己下載 一樣紅色就是鐵骨線 綠色就是花反線 不同的地方只有它是一張五邊形 最外層的空位就是這個 它就是放花反的地方 就是這裡 所以為了不要妨礙它的外觀 我有些線 比如這些花反線和一些本身需要接的線 我沒有畫下去 當然接就要這樣繼續接 另外想講的就是近花心鐵骨的位置 這一條線就會有一個調整 之前這條線不是斜多一點 是很短的 大概只有這麼多左右 這個就會令到你接的時候很困難 現在改善了的話 整個感覺就會不同了 雖然是一個很細的調整 但出來的效果都不同了 待會再講多一點給大家聽 來啦 這一款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這個 截位的部分 你看到它不是一條線 好像美麗玫瑰一樣 它會有一個扭的成分 但也不算很難的 現在就接的時候 先接了這個部分 跟之前一開始接了鐵骨之類的 有一點分別的 來啦 一開始就先接花反線 接完之後 上面這裏都會有一個小小的痕 一條兩條 這裏 接了鐵骨下面這裏 單面多元 還是那一句 忘記那個很厲害的名字 是什麼 那你呢 斜斜地 好像之前那樣說 探頭去看那條線是怎樣 那有時候呢 可能這些位置會剪得壞 對不齊 那根線摺就可以了 那些線都畫得準 接完下面這裏 是平衡線來的 對上摺這些 總之看到黑色的痕就摺出來 下面這條摺完 到上面了 然後到旁邊這裏 接開跟著流程做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很快 上面這條摺完再到上面 好就是這樣 很簡單就已經搞定了 整個折位的折法了 好 接著開始接適合山谷和山幽線 屈出花反線 然後在底的下面 你會見到自己的貼接痕 拿上來 這樣說好一點 這個下面這個V位 下面這個V位 那裏 弄個袋袋出來 沿著下面這個V位 旁邊這兩道 弄個小袋袋出來 然後其實欠一條尾摺的 就是我手指公按的這個位 去到下面你會見到自己已經幫自己摺了一條痕出來 然後向上摺 好像之前那樣 不過你之前摺開有根機的話 其實就應該不難的 如果你一開始直接看這條片是難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進階版 不過就不難的進階版 這樣 不明白我說什麼呢 先看我之前的影片 那就搞定了一邊 其他五邊都是這樣 接好花反線和摺位 然後就去到一些基本的步驟 就是摺一些十字形 在一個四邊形裡說 那五邊形就是做回它對摺的部分 那譬如好像這個這樣 角落的位置沿著這條線摺過去 五邊都是一模一樣摺過來 你可以這樣對摺 不過有時候可能我畫得差 或者你自己剪的時候剪得不好 那對摺可能是不平衡的 那怎樣才是好呢 對著我畫的線摺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如果要對的話 就先對這個角落頭 才再摺過去 因為這個角落頭 它是會令到花反出來的 是不是不知道我說什麼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尖尖的位置 這個尖尖的位置 如果你這條線不去那個角落頭 去到第二處 就會好過眼的了 當你摺個作品出來 如果你想像我做這些尖尖角的效果的話 而你那個線不是對著那個角落頭就會很顯眼 所以這個位置就摺到角落頭 五邊都是一模一樣 那繼續下去了 這個之前教過的東西就不特別一提 就是五邊做一個星星的形狀 角落頭是山谷 然後旁邊沿著花反線 做一個斜斜的形狀 然後呢 中間就做一個五邊形 那如果你是摺得漂亮的話 就應該可以好像我這樣 我畫的五條邊 就做到一個很漂亮的五邊形出來 那這個我來做參考 然後用一個小指伸進去 把我另外畫的那條鐵骨 近花心的鐵骨自己撿出來 之前就沿著五邊形就用一支筆畫的 不過那個因為太鐵邊 和那個鐵骨太過短了 就變得很難捲 所以現在改善了之後就應該好些 反過來看 你看看花心會闊一點 還有捲也應該會好捲一點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沒有格仔板 所以它捲跟上一道一樣 都是比較難捲一點 這一款玫瑰是這樣的 然後照樣把五邊推在一起 這條花反線很容易會歪的 不過就自己調整一下 就是了 盡量捲 記得搞不定的時候就反轉 拿回貼骨那邊慢慢自己撿出來 一邊捲 就用牙籤撿回中間的位置 撿回帥仔少少 捲完之後 看到每一個花反都是水平的 就令到它不會說五邊大小不一樣 接著搞定之後 就沿著剛才自己摺過的那些摺位 拿回那個摺位出來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的臨尾步驟 所以可以很快地跳過 就不特別這樣說了 就變成這樣 搞定之後就下面收屁股 收屁股 釘住它 釘完最後 屁股那邊咬少少角落頭 就做一個五邊形 讓它站的時候都可以四平八穩 那最後當然是花反的步驟 那自己屁股想要花反的角度 會是怎樣 還有花反的形態 好像之前說的 好像風扇一樣 還是這個 角落頭有一個尖尖的形象 那這個自己慢慢撿吧 還有最後外圍的這個地方 可以屁股一點點出來 接著就用牙籤再撿多一次 轉轉的部分 不要撿好了 就是這樣 那特別 花心的部分 你看到呢 它是擴張了多些的 你看到裡面呢 有些黑色的位置 層次感 就不會好像之前那樣 堅硬捲死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新的改良方式 還有摺法就容易了很多 那這個是特別希望 多些新手可以摺得到 這一款的 沒有格仔 沒有導向線版的 經典玫瑰的 那今集去到這裡 希望你也會喜歡 又是那句 下集再見 記得Follow IG 和Youtube的頻道 拜拜